昨天很多人参加完跨年晚会之后 整夜不睡就杀趣来迎接 今天2015年的第一道曙光 赶到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去等日出 那么因为天宫作美 今天等日出都没有白等 美的像泼沫画一样 那个意境简直是像万丈光芒的钻石 清晨7点15分 南投清静的高山上 透出一道钻石般的闪亮光芒 接着火红大太阳缓缓升起 万丈光芒照亮大地 真的是美不生收 哇 这个太阳出来了 第一道曙光 205年1月1号 阿里山的日出也在7点05分露脸 金黄色的光芒照耀整座山头 辛苦守候一整晚的游客 不畏四度低温等的就是这一刻 超开心 超嗨 需要新的一年能像这样子一样 漂亮吗 漂亮 不同于高山上耀眼的火红大太阳 台南二辽的日出 黄橘色的太阳缓缓从层层叠叠的山软 和云海间升起 很有层次感 远看仿佛一幅山水泼墨化 云海还有山软的那个建成非常的漂亮 太棒了 这对情侣在曙光下结婚 希望爱情像太阳般逐渐加温 更幸运的是他们还抽中香港来回机票 新年一开始就这么好运 让小两口好开心 反观南台湾的墾丁 天宫不作美 因为云层太厚还飘着雨 第一道曙光并没有呈现出万将光芒般的气势 而是在云层里露出一片余度白光 直到七点多整颗朝阳才露脸 但民众依然很兴奋 纷纷拿起相机 抢拍这新年看到的第一个日出 记者张欣宜 季健亨 赖冠章 台南墾丁南投综合报道